哈喽大家好 我是个亲戚的面面 今天来的视频上次看样视频 点赞最高的 带大家的两款七八糕 第一款是马蜀 第一款是跑跑豆 这两款七八糕看着好清新一样 这些商量卡都挺高的 玩家中的怎么样 先看一下这个马蜀的眼督督子 上面还有一个表情包 好可爱呀 打开玩一下 戳起来好软哦 闻起来还有一股奶香味 拿出来看看 这个瓶口有点小呀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终于拿出来了 但是有一点黏瓶子 这个手感好特别呀 有点像糯米团子 来捏个圆球球 好圆呀 再来戳一戳 我以为这个一拉会断呢 没想到拉成线这么好 可以拉好长 但是不能拉太快 这张仿飞跌 看看能不能起泡 拉扔起来很有韧性 不过需要慢慢的气泡 我现在已经起5分钟了 胳膊都有点酸了 看看大了多少 气泡效果很不错 木头大了有7-8倍 藏起泡来完全不粘手 这个声音也很特别 看像不像棉花糖 玩着豪杰呀 再来看看这款桃桃豆 这个包装像甜点一样 一打开就闻到了甜甜的水蜜桃的味道 看着水晶灵呢 手感滑滑的 很Q弹 这样看就像果冻一样 看着直流口水 拿着球的就像拿着肉球球一样 腻子好舒服 看看它还会跳舞 但是没有拉伸性 这个玩起来有点像包包奶 但是手感更厚实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会不会碾衣服 一点都不碾衣服 连头发都不得 总体来说 这两款你都喜欢玩的 这款马主的价格是23 这款桃桃的价格是26 那你们可以喜欢哪一款呢 下次还用桃桃车的哪百七百家 在节目里告诉我 点赞最高的我就会在这边了 喜欢面白的视频 记得关注哟 同意见 拜拜